每天在那边游手好闲 然后想东想西看可不可以在外面骗人家这样子 现在好几个受害者了 真的好生气 庄先生翻着厚厚一叠聊天记录 每一张都是被骗的证据 其实从何到尾他就是在骗 事发在花莲 庄先生透露成姓男子以买机车为由 询问自己能不能当保人 我连去现场都没有 为什么何来坐保 我怀疑这间车行有很大的缺失 庄先生认为自己只有口头答应对方 质疑对方未造签名 不过遭控诈骗的陈姓男子来头可不小 是花莲吉安知名师牧鱼小吃店的第二代 记者电话求证店家 店家表示他很久没在家里工作了 现在人也不见完全联系不上 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目前警方已经受理报案 整起案件移送地检署承办 端新闻黄一鸣花莲报道